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哈比伦被证实死亡的话 将由前马大奖师马莫阿莫接任哈里发国在东南亚据点的领袖接班人 情报人士还说马莫阿莫弃名投案加入恐怖组织活动后 计划凝聚大马印尼和菲律宾不同组织的恐怖分子 以组建一个正式的IS东南亚分支 据悉现年39岁的马莫阿莫曾经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大学深造期间 到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受训 并且返回我国后到马大讲课 一直到2014年被揭发是极端分子后才串逃到菲律宾 至于我国方面 全国总经长卡丽指出 5级安曼政治部反恐组 在本周内一连四天 在吉兰丹雪兰儿霹雳河击达这四周 展开突击行动 逮捕了6名涉嫌IS恐怖活动的大马男子 其中包括一名涉嫌在国内供应恐怖分子军火的通缉犯 换个焦点 所谓的旋转门现象分为两种 一是从政府部门转职到私人领域 二是从私人领域转到公共服务领域任职 而根据前房地部长曹志雄指出 我国目前并没有落实旋转门条规 因此公务员退休后可以自行选择就业的单位 根据新周日报独家报道 首相署部长刘胜泉对此认为 如果负责决策的公务员颁布工程合约给一家公司 而自己退休后却前往该公司担任主席或行政人员 此举将有利益冲突之嫌也不符合操守 因此政府将拟定条规制止内部的旋转门现象 并希望在今年累落实 以避免利益冲突事件发生 接着关注社会新闻 英明华又有六个星期生孕的华裔少傅 在本月21号晚上乘搭优步回家时搭上贼车 身上所有财务被洗劫一空 更因为精神崩溃导致流产 来自普仲的26岁受害者黄美新表示 最令他不满的是 Uber公司事后没有给予任何的交代及采取行动 黄美新指出 他在报警后 警方指Uber公司必须提供资料以展开调查 但是该公司却迟迟不愿配合 对此大马Uber公司在其脸处强调 该公司非常重视乘客的安全 并且会不断努力进行改进 确保每位乘客都能够以可靠和经济的方式抵达目的地 同时也将与有关当局配合进行调查 最后有提议消息 对于大马羽球队在本届苏迪曼被八强 再度不敌日本被淘汰 我国一哥李宗伟表示 他不会责怪任何人 因为他知道所有队友已经聘尽全力 他表示虽然他赢下所有比赛 但是团队的失利也是他的势力 他指出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 男双无卫商与成卫强的状态 他们在今期的表现的确不佳 但是对他和队伍而言 双卫已经聘尽全力了 今天的晚间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百格大世纪是由Cortex为您重现 Cortex Techron五星级燃油 经过改良发挥更强大动力 更有效的减少摩擦 高达4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